竹科扩大招财也使得附近房子一屋难求 那么当地这个金山街呢被称是竹科宅南街非常抢手 有上万户的套房出租据说呢投资报酬率7%起跳 但是问题来了大部分套房都是违建 现在新竹市政府祭出了铁腕在当地断水断电 和竹科仅有一街之隔的金山街 当地人称呼为竹科宅南街 自动专门出租给竹科单身汉的大楼 楼高11层和一旁的住宅相比高了许多 还有明显的加盖痕迹 这段大楼原本只有四层楼高 前缘还是个停车场 取得实用执照之后 业者将屋前的停车场盖成四层楼高建筑物 随后再连同原本的四层楼建筑物 一起往上架设钢筋 就成了现在11层高的大楼 11层楼总共隔出20间套房 以每个月8000元出租 一年下来房租至少192万 以房租总价2000万来换算 报酬率多达7到8% 就是因为违建好租报酬率高 到现在随处可见出租广告 甚至施工中的违建物 还有水泥车来回穿梭 工人也加紧赶工 断水断电来方式先行处理 让这个它无电无水可用 让这个违章的这种情形 会慢慢的减低 市府没有寄出铁腕 违章出租就能继续生存 只是违章建筑能有多好的品质 这个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违章的房子外墙布满裂痕 就像是蜘蛛网一般 您敢住吗 周恩新闻何孟谦 新竹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